童韋傑 謝謝 我們今天出了 簡報的那隻 我又忘了 你沒有問 我今天講話會有點 鬧逢 因為我要去矯正牙齒 所以我這邊 把牠兩顆牙齒上禮拜 所以最近吃飯都這樣子吃飯 不能用在這邊吃飯 然後明天又要把牠兩顆 原本其實因為交點這個活動 我就想說要不要往後演 就是再去弄矯正牙齒 結果我發現我每個月都有活動 然後我就從大學地業一直演到現在 然後我想說再演下去可能真的是 這輩子不用講真的 然後其實創業的部分 我其實今天主題明明就不是要講創業的部分 下次大家來分享創業的部分 當然也會提到其實 我今天要講就是 你如何找到人生的饅頭 大家知道饅頭是什麼意思 有沒有人知道 雖然我沒有辦法送肉乾 可是 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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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 導師 可以吃飽 我吃飽 蛤 可以吃飽 可以吃飽 這絕對是 沒錯 可以吃飽 對 其實就差不多剛剛那位講的意思 好 等一下 沒有錯我剛剛不好意思 就大概是 就是 你人生的導師或教練的意思 他其實就是英文那個Mental Mental怎麼平 我有點忘了 Ment嗎 Ment 我忘記有點怎麼提 發現大家去網路上打應該就會找到 那 他是一種國外很流行的一種 就是模式就是 我每個人就是 人生就是 念書嘛 然後就是 學習成長到現在 我們在 每個階段都會有 就是我們自己人生 覺得很厲害的人啊 或是我可能 我人生很貴的人 前輩或是老師 那 這個其實就是 這樣的一個意思 那 我自己 好 先自我介紹一下 對 那 我自己是 念中原化學系畢業 對 我就是完全服務正業 那一種 在座有沒有化學系 好 沒有化學系不要念 真的很無聊 對 那有沒有中原大學 好 也沒有 沒關係 對 然後 因為我開氣雄 所以我沒有當兵 我大學畢業完 我就直接出來工作 那 我其實對於就是 上班這件事情就是 沒有很有興趣 因為我就覺得 我覺得念書很無聊 然後我又不喜歡 被事情框住 所以我就沒有去做 本科系的工作 我們幫60個人 大概有50個人 考研究所 就是那個比例真的很高 然後你還要再扣掉 就是眼閉的 然後念博班的 博士後的 然後之類 大概 現在 我現在可能 同學出來工作 大概也是 兩隻手就數了出來 就大部分人都還在學校 然後我後來 2010年年底 我就開始創業 還有 我2010年年底 就開始創業 然後 13年的時候就是 很順利 就是 出一本書 然後現在也是有在幫 就是金周刊 還有一些 平台寫 就是文章 那 我完全沒有拿配 就是 寫文章 文字工作者 其實在台灣 不是那麼思想 我寫三個平台 都沒有拿配 對 其實拿一個 一個字一塊 其實感覺不錯 只不過反正 就覺得自己還很差 對 那就先寫 就我發現你 大家如果有空 你可以上去看一下 對 然後出書嘛 然後做一些事情 好 那 我其實完全沒有上過班 對 所以其實 我不是很懂上班 這是什麼感覺 不好意思 這樣講會不會很過分 就是 就是 你說什麼104啊 111 那些我全部都沒有 就是申請過 所以那個我也不知道怎麼填 那 那時候不想要去 上班的原因 就是像 一方面我對化學沒有興趣 那 我自己人生有蠻多的目標跟 夢想想要達成 那 我相信大家都是 可是我覺得 如果我去上班 那 我賺到的錢 跟我要花的時間 去達成這些目標跟夢想的數量 可能會 比較少 不然就很慢 所以我可能就 欸 照著化學系 這樣 然後去大公司 慢慢生錢 然後欸 大概40歲 做到一個可能高階的主管 然後我就 賺了一些錢 然後就可以開始去 慢慢完成一些 要花錢的開銷 因為 雖然夢想跟目標 不一定要花錢 不過我個人的 慾望是很多都是要花錢 對 你說不管是買 什麼東西 或者是去哪裡玩 你可能 有多少還是 會要花到一些錢 那我那時候又決定要創業 那你說一個 念化學系的大學生 就是剛畢業要知道怎麼創業嗎 基本上一定是不知道 對啊 我那時候也不知道 所以我那時候就去 外面參加了很多的活動講座各個課程 就像 欸 像焦點這類的活動也是 然後就 欸 認識得不錯 所以 提 在座25歲 以下的 可以舉手我看一下嗎 以上的我看 我怕大家不好意思 大部分都25歲以下 那大部分人都比我小 對 其實 我就26歲嘛 77年 對那 其實你們現在的資源跟創業的環境 是比以前好很多 就是 雖然我跟你們可能才差 一兩歲兩三歲 可是其實 真的有很大的落差 我大學畢業 要畢業的時候才開始有Facebook 這種東西 那時候我朋友都還在玩開心農場 就差不多那時候 然後我們以前班上聯絡事情 都是用雅虎奇摩加圖 無名 然後MSN 對 然後我們那時候也沒有人在用 智慧型手機 我一直到 2012年我都還是用3310而已 我就覺得 我也沒必要用智慧型手機 所以我也是因為 手機擺在褲子裡面 然後丟到奇異機洗壞 然後我才換智慧型手機 所以 其實你們現在有很多的資源 都可以去網路上找 其實真的有很多 不管是創業資源 活動資源 其實都有 對 如果不知道的話 就是也可以問我 沒有關係 對 那 我就開始去參加外面很多的活動 講很多課程 那 我就認識了我人生很重要的貴人 就是這位 對 你們可能不知道他是誰 就是他叫 吳辰錦 那 他說我人生一個很重要的貴人 那 我跟著他 就是一直合夥 做很多事情到現在 那 我做的領域真的很廣 就是 可能是因為我自己是念化學 所以其實化學系去做什麼其他事情 就代表兩件事情 就我全部都不會了 那我這個人就是 反正我就想說 欸我都不會了 那我就去找 就是厲害的人合作 或者找會的人幫忙 所以我不管去做什麼樣的產業 我都去找 就是已經有一個厲害前輩 然後去可能跟大家學習啊 然後跟他一起合作 開始去做一些事情 那 我就會發現說 欸這樣子的一個模式 在 我沒有 特殊專長的情況下 去做 很多事情 這是蠻好的一個模式 因為你說 我本身 目前最厲害的 我應該還是化學 對 最多人賣的 可能還是化學 畢竟我已經驗了四年 對 然後中原化學在業界也是 算 小有名氣 那 我當時就知道 如果我不去 做化學相關的創業的話 那 我可能 那四年累積的資源跟人脈 並沒有辦法幫助到我太多 對 那 我就透過這樣的模式 開始去認識了很多的人 我都會稱呼為教練 因為他就會是你 能夠在你 往你人生目標的途中 會幫助到你很多人 他可能不一定是 專門在哪一個領域 可是 所以你們 每個人人生都會有一些 不同的教練 比如說 我太胖 我沒有很胖 對 那舉個例嘛 對 我可能去健身房找個健身教練 問他 我什麼雕塑身材 對 那如果我事業上有問題 我就去找一個事業教練 問他 我在這一塊 我可能有 業務上面的瓶頸 我就會找這一塊的教練 我可能有感情上面的瓶頸 我就找一個感情上面的教練 那 我們都可以在 很多不同領域去找到 就是能夠幫助我們 帶領我們那個所謂的 就是我說的 MENTAL 就是他會帶領你去做很多不一樣的事情 欸 有電 對 然後就是我公司的LOGO 順便打了一下廣告 蠻快速的帶 因為我今年過年到現在都沒有犯過火種 所以其實沒有很重要 我從過年完 有點擺爛到現在 哇靠 只剩一分鐘 對 然後 那就趕快跳出來吧 對 那 就像我講 我自己在這樣子的過程中 然後 我發現 你有一個好的教練 去帶你做很多事情 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對 所以 對 剛好想到MENTAL就MENTAL 對 我大概就是這種等級 對 所以我找了非常多強大的人 去當做 就是 我的老師 我的教練 大家可以教我相交就好 因為 就是 比較親切 對 因為你 就是問別人認分是張景彤 可能別人不認識 你問別人認分是香蕉 他就說是我 對 所以大家叫我香蕉都可以 那 好 看起來時間很不夠 那 其實在 別人看到你的第一印象之前 其實見面前 就已經在醞釀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一種感覺 比如說 好 那如果 我們去跟一個 前輩或個人見面 那 是不是說 你之前一定會用E-mail連結 我用來用FB 那其實 在你講話的感覺 就 打了文字敘述 其實就已經在建立你們的關係 對 因為 有些人可能會找我吃飯 那他們可能傳你的訊息 就是 會比較讓我有點傻眼 對 傻眼的訊息就是 大家可能知道 就 一個可能 白目高中生跟你講話的時候 大概就知道 那什麼感覺 對 時間好快 好 加快一點 那我規內幾個就是 大家要注意的因素就是 第一個就是 如果你想要 讓他成為你教練的人 然後再 第一次見面的話 對 千萬最好不要叫別人到你別的那個地點 因為有時候 會有點困擾 我有一次真的是 因為中午吃飯 然後我正在找不到他那個地方 然後我肚子又很餓 我就覺得很高悲 對 有 我個人就吃非常的要求 你看我就已經這麼瘦 我怎麼可以不吃東西 對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幹 下次我一定要自己找地點 我就覺得很堵 對 所以這個 就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這件事情 對 然後再來就是 提前告辭 或是 準時告辭這件事情很重要 我真的可能很多人 不會有這個感覺 就是 嗯 我不能說我非常忙 可是 我總是會有 後續有一些 奪牌的事情 可是你也知道 當 有人要求助於你的時候 他總是會有問過來的問題 然後那個問題還會一直 鬼打牆一直問重複的問題 對 我相信大家可能都有一些被問過問題的經驗 那你可能就會覺得想要 就是 趕快提前那個話題或怎麼樣 所以其實有時候你要有些空檔給 後面 就是這位前輩去 他做一個buff的環衝的部分 然後再來第三 就是 頻率是比強度重要 你可能跟這個人一次聊兩三個小時 可能是比 你跟他聊十二五十分鐘來的很多次 是來的 比較不失效 所以其實頻率是比較重要 不要說我一次要跟你討論非常久的事情 這樣 還有主持人非常的緊張 對 然後再來就是查顏觀測能力 對 你總要看出來別人到底 是不是現在已經有點不耐煩 或是他有一些 他自己個人的特殊的嗜好 那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關鍵 因為 我們都喜歡跟 就是了解自己的人的相處 那 如果這個人跟你格格不入 那你覺得他要能夠幫助你的機會有多大 那我相信 不是那麼容易 對不對 那 這件事情其實 不管是在 我們出社會以後 做什麼事情 不管是升遷 或者是 你自己出來做的事件 其實 查顏觀測這個能力都是非常重要 對 好 好 這邊趕快快速代入 名片的話就是 大家可能 目前還沒有名片 那我建議學生都去做個名片 反正不管你上面要寫什麼 都沒有關係 這個實在不是很好按 因為 抬頭真的不是很重要 大家可以看到 我最上面叫他名片 我那時候抬頭我就寫網路創業家 然後我的照片是裸上神 在墾丁的海灘拍的 我就覺得 我就 我覺得我那時候就這張照片最帥 然後就放這張照片 然後到現在還有人記得我這一張名片 所以重點其實是要讓別人記住你這個人 而不是說 你的抬頭到底是負責人 還是高階經理人 還是董事長特殊 那一點都不重要 對 像我 我自己也都不太應負責人 我就覺得應負責人都被凹請客實在是沒有什麼好處 所以 其實牌頭不是很重要 重點是要讓別人記住你 就算是學生 你也可以印你的座右銘 你喜歡的書 你有的資源 你有的人脈或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這些都是可以 好 再來很快速的 再來 再來 我們可能每個人都會有很多自己人稱目標要去完成 那 這個是 顛倒世界電影可能有些人看過 這個我只能就是說 你們 大家都應該要從 不同的角度去看待很多事情 因為 現在大家已經非常容易相信 就是很片段的知識了 對 我今天的 今天的京都刊斷的文章 才會寫這件事情 就是 有一個八歲 小孩 安全帽的事件 對不對 那個就很明顯 大家都看出來 我們都很 直接的看待很多片段的訊息 那或許 有時候多思考一些事情 是很重要 然後 每個人都有靠背的權利 可能 我們其實沒有什麼靠背資格 因為其實 很多時候其實 真的是我們有很多 努力跟事情 是自己沒有去做到 那這個都是要提醒大家的部分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成功的定義 是大家自己去定義耶 沒有人說 你一定要賺很多錢 很有名 或是 就是長得特別帥 然後交非常多女朋友 這樣也算成功 就是 即便像陳述菊女士這樣子 我沒有影射人 幹完跳跳跳這麼開始 對 像陳述菊女士 他也是 他雖然沒有賺很多錢 可是他也是 我們 很多人心中成功典範 成功的定義 是自己去定義 千萬不要讓別人來 定義人生 怎麼樣算是成功 對 然後 這應該是最後一張 對 然後我很喜歡 就是貝佐斯講這句話 他是亞馬遜的壯伴人 我們人生到回來 我們的選擇 決定我們會成為什麼樣的人 可是當 我們選對一個 我們的方向 要去做的時候 不代表說我們不努力 今天這個事情就會成功 就算你選對 你要做的人生目標的方向 你還是要去做努力 才會成功 然後這是我的Facebook 對大家有興趣 可以加我 我是用本名 對大家應該很容易找到我 找不到我就去Google 找到我的名字 第一個就會是我 對不要懷疑 就是第一個就是我 好謝謝大家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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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各位 來今天